第2161集 击杀两皇 还想传递消息跟声音出去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眼下天庭混乱 你们不来杀我 我要杀掉你们 拿你们的血 祭祀我的法宝 审判之枪 他故意和我作对 我早就想杀的 现在 我就全部灭掉你们 吞噬了你们的所有精气 为我铸造神器 我就有足够的把握杀了他 成为天军麾下的第一人 方寒转过头来 黑发飘扬 全身精体神锅在蠕动 每一枚精体神锅中 镇压着的时光之杀 居然都在融化 不好 他居然这么快 就融化了时光之杀 一旦等他炼化 我们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看到了这一幕 皇甫大道脸色变化 他本来以为时光之杀 更古不变 就算方寒勉强 镇压也是无法炼化的 反而是消耗大部分的力量 更容易被自己杀死 但是却没料到 时光之杀居然开始融化了 这时光之杀 他深深地知道恐怖 无坚不摧 带有时光的属性 也不可能炼化 进入法宝之中 但是一旦炼化 既有种鬼神莫测之无上玄机 现在方寒的身体 就已经够强横的 如果再炼化时光之杀 会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时光之杀 跟造化神器残片一样 天君都无法炼化 但是方寒现在精通了 天地一体的境界 沟通命运 更是参悟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三管齐下 那时光之杀也就破裂了 方寒和复仇之矛 在数千年的修行岁月中 参悟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 反而是复仇之矛 成就很小 施展出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方寒一压迫 体内晶体神国旋转 那时光之杀浩瀚无比的力量 就开始和晶体神国交相呼应 融入其中 每一个呼吸 晶体神国就吸收不少 时光之杀的元气 铸造了不朽的传说 传闻之中 时光之杀永恒流淌 经历过天地大破灭 都不会消亡 融入了方寒的身体 他立刻就感觉 不朽不灭的时光 缠绕在周身 一起经历永恒的穿梭 方寒此时此刻 就好像一个传说 一个神话 战力当空 眼神虚无 两手空空 上 不能让他练我时光之杀 宁皇身穿脚神之铠 手持一对剧毒之钩刺杀过来 时光之杀这种好东西 应该属于我 你这个小杂种 怎么可能持有 宁皇 我忍耐你好久了 今天你是必死无疑 就算灾难天君在这儿 也没法把你解救 方寒动 面对宁皇的攻击 他整个人彻底消失 化为了虚无 不好 速退 宁皇 速速退走 神皇大吃一惊 手中长剑一挥 笼罩了过去 居然是染出防守的剑术 守护住宁皇 迟了 方寒的星体 突然出现在长剑剑光之外 一拳就把剑光粉碎了 神皇喷射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方寒则是直接冲到 宁皇的身边 他大手一抓 直接握住了那一对 令人闻风丧胆的剧毒之沟 上面剧毒真气沸腾 一个个魔王吼叫 那些剧毒魔王实力 都堪比圣人 一个个只有蚂蚁大小 密密麻麻地围绕过来 非常恐怖 居然用手来抓剧毒之沟 你以为你是谁啊 无上天君吗 宁皇脸上显现出宁孝 九天十地毒神降临 那剧毒之沟一阵旋转 上面就凝结成了一尊 太古剧毒之神 这尊剧毒之神有十二个头 分别形似蛇 蚪 蟹 蜂 蜘蛛 代表十二种开天辟地以来 最剧毒的神兽 剧毒之神凝聚成形 对着方寒就狂喷毒气 给我破 方寒丝毫不在意 一声大吼 六字真言爆发 佛光扫射 剧毒之神发出凄厉的惨叫 一下就破碎瓦解了 什么破筒烂铁 也来抵挡我的不朽不灭 之无上神区 方寒吼诈剧毒之神 手如墨盘一般向下碾压 那一队亡品仙气剧毒之沟 居然就一下军裂了 然后打成了碎片 里面的麒麟哀号 换了一条条太古巨龙 被八部浮屠吸收了 使得原本金光闪闪的八部浮屠 变化成了漆黑的颜色 宁皇咆哮着 怎么会这样 我的剧毒之沟 一队亡品仙气 居然敢收走 大胆 实在是大胆 小子 你死定了 秦哪 方寒丝毫不理会他的咆哮 七身尽前 就已经靠近宁皇的身体 手抓住了那脚神之铠 你要干什么 宁皇此时开始惊恐了 方寒怒吼了一声 撕 宁皇发出惨叫 居然整个人连带铠甲 一起被撕裂成了两半 亡品仙气的脚神之铠都被撕裂了 血洒虚空 宁皇的鲜血染红了空间 但是就是这一刻 方寒身体上的染血之一 把那些鲜血全部都收取进入 师皇救我 快来救我 被撕成两半的身体 宁皇发出了求救 他此时此刻才感觉到 事情极度的危险 好像失去了控制能力 自从出生以来 作为天君之子 就专横跋扈 没有吃过亏 无论做了什么事情 别人都会害怕他背后天君 但是现在 他却感到了死亡要降临了 第2162集 你们都必死无疑 升皇大吼道 风元 速速放下凝火 否则的话 谁都救不了你 今天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笔勾销 都当没有发生过 不然的话 灾难天君的怒火 根本承受不起 一笔勾销 方寒长啸 当然可以 但是前提是 你们都必须死 不光是宁皇 就算是你也必死无疑 轰隆的一生 他直接张口 喷射出一股气流来 但气流中 蕴含极强的力量 化为一座诸仙之门 就把宁皇全部吞了下去 宁皇在诸仙之门中 惨叫连连 身上的法则元气 一道道的被消磨 痛苦万分 歇斯底里的凄惨叫声 可以把仙人都活活吓死 三件王品仙器 一对剧毒之钩 一件绞身之铠 连同宁皇本人 全部都被方寒炼化 航大的精气四面暴走 暂时都无法一一炼化 都储存在图腾之罐中 而且时光之杀的力量 更为强横 使得凡寒的精体神国 再度发生了变化 强大到了一种 不可思议的神力 从他身体中衍生出来 使得有了击杀在场 所有人的力量 宁皇彻底死了 被他吞吃了 必须要杀死他 献给灾难天君 灾难天君可以根据 他的气息重新炼制出 宁皇来 皇甫大道 灾谎等人眼神都差点跳跃出来 都知道宁皇一死 麻烦大了 天地神权 宇宙无敌 真我如意 天子乾坤至尊功 皇甫大道终于展开了 自己的实力 全身寿命燃烧 和天地之间共鸣 大道都在震荡中出现了强烈的波纹 打出了一套 不知道多少纪元前的神权 天子乾坤至尊功 天子 上天之子 上苍之子 你打出来 立刻天地之间全部加持其身 乾坤颠倒至尊无量 皇甫大道此时此刻化身 成为了一尊翻江倒海 所向无敌的巨魔之神 拳头撕裂苍穹轰击而至 什么天子乾坤至尊功 都是蝼蚁皮肤 方寒一拳打出来 气势暴涨 身体上一圈圈的气流 眼伤宇宙 生了又灭 灭了又生 纪元神拳打出 天子乾坤至尊功 全部都被打灭了 皇甫大道身体被震飞 全身出现裂痕 鲜血流淌而出 生灵一击 一线生机 生皇这个时候 全力催动自己的实力 一剑化为匹链 斩杀方寒的弱点 方寒龙行虎步 行走在虚无之中 全身已经没有丝毫弱点 完美如永生之门一般 剑光刺杀在他的身上 连一丝的痕迹都没留下 生皇连连后退 怎么会这样 圣灵一击一线生机 乃是天君秘书 撕裂大道本源 却破不了他的身体 你还想走 今天灾难天君 注定要死两个儿子 方寒冷酷的声音 不带丝毫情绪 直接就靠近了生皇 手掌捏成了智天圣法印 崩的一手 好像一尊 先王盖下大印 定顶山河 圣皇一声惨叫 被这一印 劈成了肉饼 宁皇被方寒 彻底吸入身体之中 已经炼化了 方寒杀了一个 灾难天君的儿子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把另外一个 灾难天君的儿子 也杀了 反正灾难天君 第一是闭关加固 终结圣王的封印 第二是神族蛮族 异界的大军 在外面进攻 七大远古神帝也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灾难天君也无法分心 更何况 自己有混乱天君的保护 而且现在自己的实力 已经到了一种天君 也不能够仅仅凭借一个意念 就杀死自己的地步了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他就要一不做二不休 杀死在场的所有的人 再闯入天庭的重地 掠夺到星球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连我都敢杀 胆大包天 胆大包天呢 圣王被一下打成了肉饼 但却并没有死亡 而是在努力重新组合身躯 那一口王品仙器 级别的生灵之剑 也在凝聚光芒 重新汇聚出新的神力来 方寒龙成龙行 当空一抓 圣王没有任何悬念的 就被抓起来 射气进入手掌中 熊熊火焰燃烧着 在抽取生皇和生皇之剑的意志 这个时候 皇府大盗治疗好了自己的伤势 看见这一幕 眼眶流血 把天子乾坤至尊功 催发到达了极致 大拳如砸破混沌的古老雷霆 对着方寒一拳轰下 生皇凝皇全部陨落在方寒的手下 这损失的后果 就算是他也承受不起 以后遭到灾难天军的责罚 恐怕非常恐怖 他要利弊方寒 演绎出惊天大逆转来 方寒直接就站立不动 仍旧在祭练着生皇 砸破混沌的一拳 直接轰在他的背后 爆发出惊天的巨响了 但是巨响过后 他门思不动 反而是晶体神国中 一眉眉的时光之沙全部融化 化为了蒸汽彻底渗透 进入晶体神国内部 两两合一 而生皇和生皇之剑 也散发出了一阵阵的咔嚓声响 惨叫连连中 投入了方寒的身体中 居然被快速炼化 皇府大盗这一拳 虽然击中了方寒 但却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反而是反阵了过来 身躯再次军裂 皇府大盗怒吼道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 为什么 我的天子乾坤 至尊功都破不了他的身体 皇府大盗 多谢你 不是你这一拳 我还无法那么快 就彻底炼化时光之杀你 作为感谢 我就杀了你 让你去陪伴 生皇凝皇这一对兄弟 他们都被我收入图腾之冠中了 最后一次灵魂再接受煎熬 即将死亡 第2163集 方寒无敌 方寒吸收掉了生皇 生灵之剑 转过身来 在场就剩下了皇府大盗 灾黄 两大无上教主 还有君苍生这位天军转世的无上高手 这三尊高手 都有无上之威能 可惜的是面对方寒 一点把握都没有了 此时此刻的方寒 就这样站立着 使得三人都有一种 无论怎么样 都不可能被击倒的感觉 事实上也的确就是这样 自同围杀方寒一来 无论什么攻击 打在方寒的身体上 都起不到作用 这简直是一尊无敌的神区 可以经历过纪元大劫 而不毁灭的神体 君苍生 现在你应该绝望了 方寒看着三人 目光直刺入天军转世的君苍生 任凭你是天军转世 现在也要死亡 到地狱中 陪伴神皇宁皇吧 方寒的身躯 在不停地增高着 亿万晶体神国的推算 再次开始了 天际以他自身为中心 力量在他脚下沉浮 他的一举一动 都超越了力量的层次 掌握法则 是法则本源的主宰 道的奥义 在他身体中衍生出来 他是万物之母 诸天之父 爆炸 来自于天地大破灭的爆炸 从方寒身体上散发出来 方寒的五指张开 虚虚笼罩 如君苍生突然一射呢 君苍生身躯旁边的 所有法界无上法气息 都在这一抓之中烟消云散 所有的法力 在方寒的一抓之中 不能够抗衡 他以绝世强横的英姿 要大开杀戒 斩灭无上大教之教主 还有天君转世 君苍生法力消散 一口鲜血喷射出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 透射向方寒的手掌心 以他强横的 可以击败古神的实力 居然被一招击败了 这是 君苍生大吼连连挣扎不动 脸上显现出了恐惧的神色来 法外之法 这是法外之法的门禁 你已经领悟到了 法外之法的边缘 只差一步 就可以登堂入室 传闻之中 法界有无上之法 可以统一千万仙术 但是那无上之法上面 还有虚无缥缈的 法外之法 那法外之法 可谓是最为精妙 最为原始的法门了 传闻之中 法外之法 可以直接窥视 先王大盗 连天君都想得到 但是现在 方寒全身 晶体神 过得到时光之沙 之后 炼化入体 竭力推算 法界无上法 居然有了一些 领悟 法外之法的气息 不过离领悟 真正的法外之法 还相差很远 但是对于君苍生 已经足够 实际上 方寒现在的力量 已经彻底不输于西皇 不输于审判之枪 对于这些人 都可以一一格杀 天君出手 也杀不死方寒 一抓破掉所有 连辉煌之刃都压制住 且救下君苍生 要是他一死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希望啊 皇府大道怒吼 再次催动天子乾坤至尊功 全权汇聚成洪流 和灾黄在一起 对着方寒发动猛烈的攻击 哼 这些攻击对我都没用 你们能破掉我的身体 使我受伤就算你们的本事了 我万邪不破 万法不沾 方寒头都不回 任凭这些攻击 打到自己的身上 爆炸起千万火光冲击波来 却动也不动 他不坏 不灭不朽不动 皇府大道和灾黄联手起来的攻击 任何无上大教都要害怕 要退避三射 两个人可以直接灭掉一个门派 但是却打不破方寒的身体 方寒纹丝不动 依旧朝着君苍生抓射 突然一掌劈去 辉煌之刃 从君苍生的手上被打落 直接被方寒法力澎湃地涌入 辉煌之光彻底散发出来 一冲一冲 上面的灵气哀嚎之间被直接蒸发掉 辉煌之刃化为了一道强烈的锋芒 涌入方寒的身体 被直接吞噬了 这本来该属于方寒的兵器 现在终于物归原主 完毕归罩了 我的辉煌之刃 君苍生气得三尸神暴跳 连续喷出三口精血 背后法门再次显现出来 封元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法界绝杀大术 不共戴天 那法门解体了 巨大的力量汇聚成漩涡 居然对方寒的法力产生了排挤 君苍生双拳合一 人参拨动 忽左忽右 忽南忽北 冲天而起 对着方寒镇压 什么不共戴天的大杀手 简直是个笑话 伤害不到我半根汗毛 那审判之枪做梦也没想到 我居然能够把属于我的东西 一抢夺回来 方寒神色不动 就看着君苍生 镇压猛击下来 朱天君王丹被你吞了 不过我炼化了你 照样可以得到全部的药力 击杀审判之枪彻底报仇 今天你就死吧 死吧 两个字一说出来 方寒的身体冲天而起 黑一发飞扬 徒手撕裂苍天 就是双臂一震 怕 那君苍生所有的攻击 全部都被打碎了 整个人倒飞出去 支离破碎 眼神中的瞳孔散乱 大口大口地喷射出鲜血来 现在的他 居然不能够接下方寒的一招 你 君苍生看着方寒 勉强地提起真气来 但是却始终提不起来 废物一个 吃了诸天君王丹 还是个废物 方寒摇了摇头 一步一步朝他逼破了过去 也好 我就练化了你 把你身上的废物意志 全都磨灭掉 第2164集 我就是天庭 就在方寒击败君苍生的一下 背后又是传来巨响 却是灾黄和皇甫大盗 在用尽全力 把大仙术绝杀之招 是指王品仙器打在方寒的背上 但是却都破不了方寒的身体 你们先打着吧 方寒头也不会 淡淡地说 等我收拾了君苍生 就来收拾你 有什么手段 甚至自爆 都可以施展出来 看看能不能破得了我的身体 皇甫大盗 还得多谢你的时光之沙呢 要不是这件宝贝 我的晶体神国天地一体的境界 也不会到达如此地步 时光之沙好东西 我现在已经无误可破 是万法不沾的境界了 真是一幅诡秘的场面 如果这幅场面让所有的人看到 就算是上古皇者 都要惊讶地下不掉下来 皇甫大盗 栽黄这两尊无上大教的教主 施展出全部的法力 甚至燃烧寿命 在不停地轰击一个人 这个人却还不还手 任凭轰击 风淡云青 身上的晶体神国运转之间 任何攻击打在上面都会散去的 这就是无误可破 万法不沾的境界 方寒自身身体晶体神国 再炼化了许多网品仙气 特别是融入了时光之沙以后 终于大成了 天地一体的境界已经出窥门境了 摸索到了传闻中 造化神器的一些玄妙 这人太恐怖了 这人根本打不动他 灾黄 皇甫大道 这两大无上教主心中简直是在恐惧 毛骨悚然 如果方寒和他们战斗 那他们无论如何都有必胜的信心 但是现在方寒站着不动 让他们打 丝毫不动 这简直差距不是一个等级的 也就是说 方寒收拾了军苍生 也就轮到他们了 他们没有一点的反抗力量 君苍生 死吧 天军转世就是为了成就我 你当年是天军的时候 也是个废物 否则不会陨落的 方寒不理会这两位无上教主的攻击 直接对君苍生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周身元气如龙似虎 升腾而起 一拳打出 苍穹不断地在手上浓缩 君苍生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被一下拉了起来 倒倒封印渗透进他的身体 他眼看就逃脱不了被击杀的命运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虚空中传递出来一声爆喝 住手 这个声音音波就直接化为了攻击 漫天都是扭曲的神圣音符 每一道神圣音符都简直如浩瀚的烈日冲击而来 西皇 你终于出手 我等待你多试了 这个时候才出手 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方寒一动不动 一手画爪为掌拍了过去 顿时发了一朝有 一股的气墙排山倒海 崩天裂地 掌进所到之处 那些烈日般的神圣符文 全部化为了乌有 这是他参悟出来的法界无上法 几乎是触摸到了 法外之法边缘的一掌 一掌抵挡住了这浩瀚的一击 方寒另外一手就把君苍生给抓了起来 巡口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窟窿 里面是图腾之冠 把君苍生整个人都给吞了进去 而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老者 如大日一般的悬挂在天空上 照亮诸天万界 正是西皇 西皇一出现 就镇压住了场面 对皇府大道和灾皇 手一挥 立刻镇压住了两个人的气劲 使一把手 皇府大道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是心中暗暗吃惊 原本他以为自己的修为 可以和西皇争锋 但是现在一看西皇出手 就知道 这尊远古太初之气所花的谷皇 远远在自己之上 不愧是天庭谷皇第一人 审判之枪是王品仙器第一 西皇一出现 就盯着方寒 丰元 我还是要叫你丰元 你应该明白 我叫你这个名字的意义 把君苍生宁皇和生皇的灵魂烙印交出来 你还是丰元 今天的事情一笔勾销 我不计较你什么 审判之枪也不计较你什么 要不然 你走不出天庭 就算你走出了这天庭 羽化门也要覆灭 你犯了大罪过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西皇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 我在天外 帮助天庭击杀蛮族异界大军 还承受了蛮族天军一旨 差点死亡落到这里 就遭遇到围攻 你现在却说我犯了大罪 到底还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天条了 方寒静静站立着 质问着西皇 西皇眼神犀利 你是戴罪之身 身上的污点还没有洗刷 再说他们围攻你 也没有把你杀死不是 你反而是差点杀了他们 难道还不满足吗 我早就说过 只要你在天庭带罪立功 你的什么事情 我一律不追查 现在给你机会 把人交出来 一切复原 我可以许诺 你只要斩杀蛮族的 古皇祭祀 把七大圣器全部凑齐 献给天庭 那么天庭 就会真正地 磨掉你一切罪名 不错 冯元 你是犹罪之人 眼下鱼化门 也要遭遇到灭门之祸 皇甫大道冷笑连连 有了西皇撑腰 他再也不怕着 你把时光之杀叫出来 我也可以饶你 不行 西皇 此次太恐怖 绝对不能够饶术 立刻就要镇压 直接杀死 否则后患无穷 宰皇则是必须要置 方寒于死地 西皇背着双手 风元 我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考虑 否则 我就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那个叫做方寒的人 在天庭中 你也不要妄图反抗 因为天庭的元气 都是由我来掌控 我的实力 在天庭之中 远远超过了你 第2165集 闯入宝库 方寒突然间长笑起来 西皇 我今天不但要交出 宁皇升皇君苍生 还要为你们天庭凑齐 七件蛮族盛起 什么图腾之冠 染血之衣都要献给你 就轻轻松松地一句 抹掉我的罪名 这个如意算盘 打得真是精妙 可惜 可惜你的脑袋 这么多年修行 给坏掉 也好 我正要大杀一场 西皇 我就看看 你好像是天庭 古皇第一人 我今天就要你 还要审判第一的位置 都彻底消失 方寒这次是彻底放开了 他炼化时光之沙 又炼化了剧毒之沟 脚身之铠 生灵之剑 辉煌之刃 诸多网品 掀器荣鱼一炉 身体修行到达了 万古不沾 诸法不破的地步 早就有心和西皇 审判之枪一战了 更何况现在天庭 处于混乱状态 方寒 你终于暴露了 狼子野心 看来审判之枪做得对 不过 他做得还不好 没有当场把你击杀 心存了仁慈之念 西皇好像方寒的反应 都在意料之中一般 丝毫也不惊讶 你大约以为 天庭遭遇围攻 诸多天军无法分身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掌握天庭缘起 随意移动 都可以取你性命 到底今天谁死 还得动手才知道 方寒身体一动 眼神上又出现了 万童之王 崇华之童 对着西皇击射过去 同时一步跨越了遥远时空 在千万亿的平行空间中行走 刷了一下 来到西皇的身边 一拳轰击而出 居然打出了刚才 君苍生施展出那一招 不共戴天 我就是天庭 西皇就说了一句 冷冷看着方寒击杀来的一拳 在周身上下出现了一个 金刚之兆 白森森气流环绕 好像是太古神山 撞在天地井中之上 红中大雨的声音响彻起来 以西皇为中心 法力散发出去 许多天庭的亭台楼阁 都被摧毁 化为了乌有 方寒一拳轰在金刚之兆上 居然纹丝不动 西皇 你有本事 就不动用天庭进发的力量 这样让我鄙视 方寒一拳没有击破金刚罩 才知道 这是西皇和整个天庭 合二为一了 杀你 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西皇脸色越来越冷酷 我就是要施展出天庭的进发 生生地把你折磨致死 当然 在中途的过程中 你可以求饶 我或许会饶你一命 是 天庭之进发 也不是万能的 方寒眼神突然一下 看向了天空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不知道怎么的 出现了一股沉闷的气息 所有的皇者都差点要吐血 在那无比之高的苍穹上 起到巨大伟大 没有任何词语能够形容的身影出现 这七个身影 居然扛着一柄大伏 对大伏乌光闪烁 古老洪荒超越了纪元的气息显现出来 西皇脸色一变 造化神器 师祖胜亡之大伏 在这刹那 这大伏猛的一下对天庭劈了下来 辅光接近了天庭的进法 立刻就地动山摇毁灭性的力量 使得整个天庭都黑暗下来 变成了漆黑的国度 地面开始厉害 四面的元气开始暴走 辅光最终披在了天庭进法之上 几乎是在天庭中不计其数的弱者 都一下受不了元气之震荡 化为了灰烬 方寒的五官全部失去了知觉 全身有一种撕裂的疼痛 不过他的内心深处 立刻出现了一个感觉 好机会 神族的七大神力 终于催动了最后的绝招 发动造化神器轰击天庭 给了我最为绝妙的尸击 天庭宝库 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方寒就感觉到 西皇的元气开始散乱 竭力运转 催动自身庞大的法力 召唤闭关的天君 再也没有机会顾及他了 他的身躯立刻一闪 就顿寻着造化神器残片的气息 直接进入天庭藏宝密库之中 这个时候 黑暗散绝了 所有天庭千百万亿横河 杀术一般的修士就看到 那龟甲一般的造化神阵 居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长达千里 被一击而破 无数的上古天魔 蛮族大军 异界强者 神族高手 从那天之裂痕中 鱼冠而出 无穷无尽 进入天庭内部进行击杀 而天庭的许多大殿 全部都粉碎了 许许多多的地方 都成为了废墟 无穷无尽的天庭 处处都被镇得破烂 突然之间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彻起来 造化无敌 万般复原 立刻 一股浩瀚的力量 横扫天庭 亿万大殿 许许多多被损坏的地方 居然开始恢复 一股通天之冰刃光芒 斩杀向了 从天之痕迹中 冲杀出来的魔头神族蛮族 圣兵仙器 救赎大人出手了 西黄脸色大喜 但是随后一变 不好 那方寒逃走了 他进入了天庭宝库之中 皇甫大道 灾黄 你们随我 进入天庭宝库之中 追击此聊 是 皇甫大道灾黄 再也不敢迟疑了 和西黄追了进入 方寒终于抓到机会 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帝使天 任力天 夜魔天 化玉天 自在天 这七大无敌巨头 催动传说中的造化神奇巨斧 劈杀天庭 轰开了一个进法的缺口 令得天庭大乱 第2166集 大肆掠夺 就算是天庭的天军 也得要忙着抵挡 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满足天军 异界天军的威力 无暇顾及其他的 此时此刻 任何大人物 都无法对方寒产生威胁 正是他取得 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 残骗的最好关头 而且进入天庭宝库 有无数的宝贝等着他 以他现在吞噬的能力 不知道可以得到多少法宝 多少丹药 多少材料 多少好处 如果掠夺到了 其中的法宝丹药 全部纳入囊中 那回到羽化门 可以缔造出多少高手来 天庭的宝库之中 王品仙器都不在少数 想一想 如果羽化门的圣子 忍受一件王品仙器 那是不是可以堪称 天下第一的仙道大门派了 方寒摆脱西皇冲入宝库 运转自由之意 偷天之道 寄元之步 眨眼之间 就冲破了层层禁法 甚至没有引动 任何禁法的反噬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其中 天庭的宝库 不知道有多深 一层一层的空间 自称宇宙 不知道有多少 奇珍异宝 灵丹妙药 当前方寒就进了第一层 就看见了层层的黄金殿 妙语 亭台楼阁 居然都是珍贵无比的天经石段造的 坚硬无比 其中夹杂着五星精华 华语神石 在成千上万的阁楼之中 摆放着不知道多少宝贝 那些宝贝中有葫芦丹药 法宝 精卷 道书材料 甚至还有封印的上古神兽精魂 可以融入兵器之中 更加增添兵器的杀伤力和威力 方寒此时此刻 推算之道是何等的强横 浑身实力炼化了时光之沙 吞掉宁皇升皇军苍生之后 又吞掉了一对剧毒之沟 绞神之铠 生灵之剑 辉煌之刃 六剑王品仙器 力量无比 虽然没有渡过最后一层天节 到达仙人巅峰 天地同寿的境界 但是单单从力量上来说 已经可以和西皇不分上下 就算是西皇和他交手 不动用天庭的力量 也降服不了的 平分秋色 这还是他没有彻底炼化 君苍生的情况下 君苍生这个人 被封印在图腾之冠的最深处 死死地压制住 方寒现在还没有来得及炼化此人 一旦炼化就可以横扫无敌 直接晋升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连西皇都可以击败 不过现在 先掠夺宝贝再说 好强横的宝贝 这还是天庭宝库的第一层 就有如此多的强横宝贝 好多的中品上品仙器 羽化门那些低级一辈子弟子 正缺少 甚至还有一些葫芦中的上品仙丹 绝品仙丹 我都要了 也不浪费什么时间了 方寒目光一搜 就投射过了层层便宇 庙宇 任何细微的法宝都洞察秋毫 没法逃过他的耳目 他的双眼又演化出了万童之王 重华之铜的妙用 扫射到哪里 哪里的物品就消失不见了 被这万童之王时空转移 纳入了身体中 目光扫射间 一刹那 成千上万的丹药法宝材料 都进入方寒的身体 储存起来 他的身体 晶体神国 因为融化了时光之煞 妙用无穷 每一个神国都扩大了十倍 演化出五行雷霆世界来 甚至渐渐和天界的规则相似 也孕育出了天庭 十万大洲 甚至还有诸多神灵 每一枚晶体神国就是一个天界 居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境界 可见方寒体内晶体神国力量 得有多么的强横 可以容纳多少的力量 一层 瞬间就扫荡而过 凡是有价值的东西 全都一扫而空了 紧接着 方寒来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也是层层妙语 亭台楼阁 法宝更多了 许多绝品仙器都随之出现了 甚至出现了一条条的一阶灵脉 方寒照样是一扫而空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转眼间 方寒就扫荡了足足 十八层的天庭宝库空间 不知道多少法宝进入他的囊中 连自己都麻木了 他扫荡的速度无与伦比 快得让人吐血 其实宝库之中 也有一些守护者 修行的圣人坐镇 但是连他的面都没有看见 就被吞噬掉了 除此之外 强横的天庭傀儡也被他收去了 天庭宝库越往深处 材料越好 宝库里面的珍藏越强横 甚至到达最后 方寒寻找到了一个葫芦 一个葫芦封印的王洁灵脉 把十八层宝库全部扫荡 在刹那间推算 足足有三百多万条 王洁灵脉被纳入囊中 绝品仙器数万件 王品仙丹上千万枚 除此之外 一些低阶的法宝 丹药材料更是不计其数 看守天庭宝库的傀儡圣人 足足有上百位 都被他一下吞掉了 这么多的珍惜资源 法宝 简直相当于十座 无上大教的所有宝库传承总和了 也就是说 方寒现在如果携带这些宝贝 灵脉进入羽化门中 分发给麾下的弟子 那么无数弟子 都会在短时间之内突飞猛进的 羽化门的整体实力会提升数倍的 天庭宝库十八层 都是一些稀松祸色 只有到达真正的最深处 才会出现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奇残片 这些灵脉法宝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用处 只会增强羽化门的实力而已 方寒数个呼吸 穿越过了十八层宝库 来到十九层宝库的面前 这个时候 气息为之一变 显然十九层宝库里面装了重要的东西 已经不能够随便进入了 巨大古老的石门耸立在上 太古不变 上面石锁居然隐隐有封天锁的气息 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入其中 第2167集 永恒天君 积极如律令 在十九层宝库的石门前面 站立着一个又一个强横无边的傀儡 那傀儡一个又一个散发出的皇者气息 体内澎湃的力量 已经无限接近于皇者 身上更是钢铁铸造 力大无穷 五刀的符文明刻在上面 一道一道 显现出杀戮无限的战斗意念 这是 黄金神铁铸造的五斗傀儡 只有天庭才有 看守门户 好机会 我收了 方寒身体一闪 来到这里 那些五斗傀儡 立刻眼神中散发出红光来 阵阵轰鸣 又破灭万古震撼诸天的气势 但是气势刚刚散发出来 方寒身躯耸力 大手一抓 空间变幻 整个宝库一层的虚空 全部都在笼罩之中 这些五斗傀儡 全部都被抓在了手掌上 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然后方寒看着古老的石门 手拟三十三天 神拳救世一阵 上面的封天锁就被破掉了 他一跃进入其中消失不见了 在他进入后不久 在石门前面 就出现了三个人影 正是西皇皇府大盗 还有太一门的掌教 栽黄 三个人看着石门震惊不已 西皇一跺脚 可恶 此次果然是方寒 亵渎了造化的罪人 他修炼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并且自己炼制了三十三天至宝 所以才能一拳打开天锁 这天庭包括十九层 里面封印的都是至高宝贝 天君炼制的神符 还有许多至宝 王品仙器 一旦被掠夺 后果不堪设想 这里面我一般都不能够进来 只有天庭古皇 诸多人物商量 一起会议 或者天君授意 才能够进入其中了 可恶啊可恶 此次这么快就把前面十八层 掠夺一空 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都收走了 灾黄也是气得三十神暴跳 还是极度可惜啊 天庭宝库何等丰富啊 就这样被全部掠夺了 而且还是被一个敌人掠夺的 谁都不会好过的 而且灾黄平时也不能够进入宝库中 他也得不到这些宝贝 皇甫大道 这更是第一次进入天庭宝库中 羡慕不已 天庭就是比神舟净土的宝库要大啊 他甚至想掠夺东西 但是他不敢 没有这个胆子 不过看到了方寒大佬好处 他极度的心思越来越强烈了 杀死对方的意念沸腾起来 我警告你们 宝库十九层里面的任何东西 都不能够私自收取 因为都是天君遗留下来的宝贝 天君赏赐群臣的东西 你们要是擅自动他了 不可收拾 这方寒是丹大包天 以后必死无疑 天君不会放过他的 西皇发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 皇甫大道 灾黄心中一领 收回了一些小心思 但一想到方寒现在进入其中 大发其财 自己一点都不能够动 便怒火中烧 歇斯底里地想杀人 三人进入了其中追杀方寒 而此时方寒真正地发财了 发大财了 他进入了天庭十九层以后的宝库中 才真正地知道什么叫做宝库 前面的宝贝根本不算什么 十九层的宝库不再是一个庙语了 亭台楼阁 而是一个宇宙 浩瀚无涯 浩像士族里的星空 无数巨大的星球 就是一个个储存宝贝的架子 方寒一冲入石门 就进入这个宇宙中 哗啦之间 一条璀璨的银河显现在自己面前 巨大而古老的星球在旋转 方寒顿时就看到了 离自己很近的一颗星球上 贴了一张巨大的福禄 那福禄金光闪烁 锐气纵横一万里 上面写着几个古老的先文 永恒天君 积极如律令 天君亲手炼制的福禄 这是用来冲击境界的福禄 方寒大喜过望 一手传的福禄抓了过去 方寒一眼认识出来 那永恒天君 积极如律令的福禄 非同小可 但是天君亲手绘制的 其中蕴含着 无上的道出意念 如果一个人身怀这福禄 可以抵消天节的力量 提升境界 对于冲击金仙祖先 元仙甚至圣人 皇者 都有很大的作用 一道福禄价值连城 如果拿了回去 给羽化门里的许多 辈分极高 积蓄身后的圣人使用 他们很有可能 就会成为皇者 皇者之先 是一个门派 真正的根基之所在 晴天助一般 一个门派中的皇者越多 门派中的弟子出去 说话就会大声一些 大手抓射之下 那些福禄产生了抗拒 但是方寒是何等神威 他连连变化 直接就击破了福禄的光芒 然后把星球上那道福禄 给接了下来 封印在身体之中 他正要感受着福禄的威力 练花 突然耳朵一动 就听到了后面的一些声音 知道是西黄等人追来 可恶 这些人追过来 我就不能够顺利收取法宝 收取的是西黄 可以调动宝库中的元气 难免一场恶战 我得立刻得到造化神奇残片 跑出天庭 等待天庭大战结束的时间中 练花之后 实力猛增 天君都不能够轻易杀害我 方寒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他不顾许许多多星球上的法宝 而是直接飞向了宝库深处 一座座的星域在脑后甩了过去 无数强横的法宝丹药 在他的感知中飞来飞去 一眼看过去 一些巨大的星球上面 有圣洁灵脉 有王品仙器 甚至还有圣品仙丹 在外面几乎是 宝中之宝的强横法宝 在里面随处可见 这就是天庭的宝库 第2168纪 神威无量 天界之中 这是最强大的一处 宝藏所在地的精华 但是现在 方寒已经不能够眼神 一扫就收取了 因为这些强横的存在 收服起来 要浪费一定的时间和法力 稍微一耽搁 西黄就追了上来 一场恶战 浪费时间 在宝库中的法宝 就算是任何强横的 王品仙器都不重要 最为重要的是 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残片 得到了它 比什么法宝都重要得多 不过饶是如此 方寒急速飞行 自由之意 传说之障 看着那些法宝 圣洁灵脉 圣品仙丹 就暗暗可惜 那是 子武王炉 王品仙器丹炉 非同小可爱 要是我得到 炼制各种丹药 不成问题 传闻之中 此炉还可以自动 汲取天地精华 自我凝炼成丹药 不过降服它 需要三个呼吸的时间 不够啊 方寒看着一尊 在星球上存放的丹炉 暗暗叹息 飞过去 那又是一面 圣品仙丹 功效不在 诸天君盲丹之下 可惜我收取 要两个呼吸的时间 飞过了一枚丹药 方寒叹息着 如此之多的宝贝 全部都搬出去 纳入羽化门的宝库中 羽化门休养千年 立刻就可以成为 天界的第一大教 除了没有天君之外 综合实力要远远超过 神舟净土皇甫施加 墓也施加了 可惜的是 现在只能眼馋 不仅 等我得到造化神器残片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迟早有一天 都是我的 方寒安慰自己 来到体内 晶体神国推算之间 简直把自己的速度 到达了最大 瞬息之间 就可以穿越 天界十万大洲 遨游八荒六合 茫茫海洋 自由之意的力量 一个煽动 皇甫大盗这种角色 只能够跟在屁股后面吃灰 影子都看不到 无数强横的法宝 从他身边流逝而过 各种俘虏丹药 任何一种传递了出去 都要许多无上大叫发疯 但是现在只能一一放弃 双化神器残片 越来越近了 我看到了 方寒岳飞 全身的晶体神国 三十三天至宝都沸腾起来 真正的沸腾起来 全身不能自已 每一个最微微小的颗粒 都要兴奋地爆炸 在他的眼睛之中 就看到在前面 一片精闭系封锁的时间中 一尊巨大无比的 椭圆形星球出现 就是这尊使得方寒 全身热血沸腾 使得心灵 都有一种窒息爆炸的感觉 这就是造化神器残片 一块指尖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就能够产生 无与伦比的威力 现在一个星球大小 能够有多大的力量 变化之后 远远超过西皇 审判之枪 会无限接近天军吧 方寒在心中激动 达到顶点之后 突然冷静了下来 进入了一种 寂灭的状态 花开自在 花落不留痕迹 这是他的能力 越是到达最后关头 越是冷静 冷静的可怕 冷静的任何人 都不能够看透的 此时此刻 他就好像是一尊 耸立在时间长河中 已经亿万年的神像 摩驱 对着那尊精臂戏 打出了道道封印手法 三十三天造化神圈 那封锁的精臂戏 就算是皇者都无法打开 但是在方寒的造化神圈之下 土崩瓦解 许多晶体炸开 结构真居然和方寒的 晶体神国有一些相似 每一枚被破坏的晶体 都呈现出龙鳞状态 里面都浓缩了天界天庭 十万大洲的虚影 这就是古老的天界 最为神秘的晶币封印 世界屏障 被方寒施展出造化神圈 打破 一打破 里面造化神器的残片 就泄露出来 一波波潮水般 冲击着方寒的身体 每一次气息进入其中 方寒的力量就增加了一份 天敌一体 永生之门 方寒几乎是想也不想 一念一动 整个身体的精体神国障碍 精体化为长河 扩散 在空中就组成了一座门户 类似于永生之门的存在 这是他苦修了许多年 参悟的永生之门灵魂烙印的 无上奥秘 门户显现出来 在天地一体的境界的镇压下 三十三天之宝 终于在永生之门虚影内部显现出来 开始要吞噬着星球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连续三十二声爆炸 所有的三十三天至宝 不与儿童的晋升为了绝品仙气 强大的力量交织着 方寒的精体神国再次得到了一次造化神器的洗礼 他沐浴在造化神器之中 掌握气运推算命运 那些造化神器在洗涤方寒的同时 更是把他身上的所有法宝都洗涤了一遍 尤其是八部浮屠 还有染穴之衣 图腾之冠 这两件破损的圣品仙气 似乎里面都在修复 方寒天地一体的境界震荡中 造化之气输入 圣品仙气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滋润 巨大的造化神器 残遍星球在震动 被方寒引起的震动 山崩海啸 整个空间都颤抖下来 随时都要崩塌毁灭 方寒竭尽全力 化身为永生之门 把星球吞噬炼化 但是这星球太大 而且造化神器残遍 是天地之间最为坚硬神妙 庞大的物质 就算是一点 也足可以把人给压死 现在要吞噬一颗星球 比击败西皇都艰难 好在方寒在吞噬的过程中 不断地壮大 那33天质宝在急速地蠕动 仅成为绝品仙气之后 丝毫不停留 还在猛烈晋升中 渐渐地 交织出了王品仙气 才有的大道痕迹 王者气息来 第2169集 王品仙气成了 33天质宝 晋升为绝品仙气 不但需要造化神器 残片来弥补 还需要海量的 皇者法则 至仙法则 好在方寒早有准备 吞噬了许多王品仙气和皇者 而且在和复仇之矛 三千年的修行中 衍生出来的智仙法则 不知道有多少 更为厉害的是 君仓声还没有炼化 此人已经到达 天地同寿的境界了 身上的皇者法则 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在体内最深处 似乎还蕴含有 没有苏醒的天君法则 现在方寒在吸收 造化神器的关头 就开始炼化他 抽取他身上的无边法则 君仓声惨叫起来 在图腾之罐中 灵魂透过了层层障碍 看到了方寒在干什么 不有的绝望 君仓声 你应该绝望 现在你知道 根本无法和我争锋了吧 我炼化了这星球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斩杀审判之枪 西化 然后参悟天君之道 现在你应该知道 我是最接近天君的人了吧 绝望 方寒强横的意念轰击下 把君仓声的意念 轰击得支离破碎 灵魂宛如风中的灯火 随时都会熄灭 不要 不要杀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做你的狗 不要炼化我 君仓声屈服了 他恐惧了 面对如此威势的方寒 他知道 自己的所有反抗都是徒劳的 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 宁皇升皇 你们也出来 你们的最后一次法则精气 灵魂烙印 都为我铸造三日三天至宝 成为王品仙气了 升皇凝皇的虚影也浮现出来 方寒 你敢杀我罪该问死 升皇一出来 意证言辞 但是瞬间就看到了 方寒吸收造化神器残片的情况 你 你果然亵渎了造化 你在下界 毁灭了我一个惊险分身 原来下界 灾难天君儿子一直降临 居然是你 升皇 现在死办 方寒毫不联系 一掌彻底粉碎了 升皇的所有意念 大如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升皇的气息 彻彻底底消失了 灵魂烙印都已经不存在了 宁皇看到这样的情况 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 再也不争宁了 扑通地跪在了空中 扔了我爸 宁皇向方寒下跪 连连磕头 他现在终于知道 方寒是一尊凶神了 连升皇都杀了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现在来到天庭宝库中 吸收造化神器残片 这是亵渎造化 天庭的大忌 造化都敢亵渎 那宁皇知道 方寒此人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无法无天 杀他简直是小意思 没有什么不敢的 想不到你宁皇 也有下跪的一天 不过迟了 方寒看也不看 一直弹了过去 跪在地面上的宁皇 就猛地爆炸了 炸开之后 灵魂彻底消失在无形中 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他一身精气法则 打入三十三天至宝的深处 三十三天至宝中的周天仪 首先变成了亡品仙器 君苍生也惨叫连连 处于了最后疯狂的阶段 方寒丝毫不留情 六字真言轰击而出 把所有的记忆全部轰碎 灵魂一下化为了虚无 君苍生这个天君转世的强者 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神通手段 法术对于道术的领悟 都彻彻底底被方寒吸纳了 浩瀚无穷的智仙法则 天地同寿的大道文理 全部灌注进了三十三天至宝中 和方寒化身的永生之门配合 顿时之间 化天甲晴天柱 数件至宝又化为了亡品仙器 那星球造化神器残片再次颤抖着 似乎要被吞入永生之门的虚影中 方寒的力量成倍地增长 运转造化 神器加深 法则交织 无穷大道 方寒怒吼了一声再次长笑 顿时之间 天上四处破裂 冥冥之中 无数的精气从体内薄发而出 化为了条条大龙 演绎变化 再次凝聚成了一条条 粗大的皇者智仙法则 这是他自身产生的法则 比起君苍生来更为地粗大强横 不过 就在君苍生在计恋到最后一丝精气的时候 突然 一道强横的来自亘古不化的浩瀚之气显现了 方寒就看到了一道沉睡已久的白色长红 气息比苗梨天君的一指要强横很多 朝自己冲过来 这是一道天君法则 还没有苏醒 好机会 就是这一刻 得到这天君法则 我把三十三天至宝炼制成亡品仙气的可能性就更大 一道天君法则 简直相当于无数尊的皇者血迹 方寒大喜过望 一道精气浓缩包裹镇压了下去 顷刻之间 那道苏醒的天君法则就被压制了下去 顺势间打入了三十三天至宝的治天门里 治天门不停地流转着 接受了这天君法则 庞大的精气再度暴走 天宫天台天恒 不知道多少虚影走马观花似的出现 上面一道道皇者意念闪烁不停 花文诗歌至尊的气息冲撞而出 王品仙气成了 本来治天门是最难炼制成的王品仙气 只有等到所有的治宝都化为了王品仙气 才能够最后晋升 但是现在 吞了那道天君法则之后 却完全地晋级了 天君法则打破了常规 因为这道法则已经不属于仙人了 治天门一下化为了王品仙气 三十三天至宝晋升得更快 在那造化神奇残片星球颤抖之下 一个又一个的爆炸晋升了 而星球残片终于产生了军裂的痕迹 就要被方寒吞噬了 第2170集 全部杀死 上 除了三十三天至宝的晋升之外 方寒的道术也经过磨炼 突飞猛进的增长 每一件法宝都几乎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比起原来的威力大了许多 尤其是一身晶体神国 历历都演化出了天庭 十万大洲 甚至许多蛮荒地狱的真实场景来 而且在晶体神国流转之间 里面居然同时出现了三十三天至宝等诸多法宝的虚影 似乎是他的晶体神国可以复制法宝一般 在三十三天至宝炼化造化神器残片的时候 他的晶体神国也在炼化 大量的残片融化之后 进入晶体神国中补充着力量 和他的天敌一体境界相互配合 他得到的好处要比三十三天至宝还要多 因为三十三天至宝并没有天敌一体的境界 而他的身体则是正宗的天敌一体 更容易引起造化神器残片的共鸣 得到消化 他现在的神区强横的已经一塌糊涂了 如果出去以后 恐怕就算是再遇到苗黎天君隔空一旨 都不会有丝毫损伤的 此时 他的身体 法术 道术 都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西皇 甚至审判之枪了 在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残片 上面军裂的痕迹终于扩大了 然后截体炸开 巨大的碎片向方寒飞了过来 不要让天君都无法杀我 不要在不久的将来 冲击无上天君之道 攀登上 这天帝力量之巅峰 超脱纪元 再活一个混沌 方寒仰天咆哮 把这些碎片全部都吸入 体内更多的造化之精奔涌出来 把他撑得几乎要爆炸了 天帝同兽 天帝同兽的境界 成绩 真正引发天结 使得我晋升 这天帝不灭 我就不灭 日月不朽 我就不朽 我和天帝一起拥有无穷的寿命 巨大的力量 宽穿身体 方寒舒畅无比 再次变回自己的身体 那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残骗在体内 还有大部分没有炼化 只要等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一融化之后 才能够完全吸收掉 不过现在 他有了足够的资本 冲击天帝同兽的境界 境界提高了 能够容纳的力量就更多了 和审判之枪西皇这种人交手 如果境界不够 会造成致命的缺憾 甚至和天军交手 境界不够 也会被彻底压制 死于非命 方寒头顶上的节云出现了 恐怖的气息自空中而来 来无影去无踪 这个时候 一个魔戒似乎都出现在节云之中 这是真正的大节 仙人的最后一层结束 天地同兽的大节 渡过去了 真正兽于天气 渡不过去 立刻死亡 就是如此的残酷 不好 就在方寒头上产生节云的刹那 西皇皇甫大道 灾黄闯了进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西皇脸色一变 原来他的目的是造化神器残片 他现在开始烈化了 这造化神器残片 是先王遗留下来的 作为纪念 谁都不能够懂 他如此大胆 那是天地魔戒呀 天地武魔就要显现 他是在肚截 一旦渡了过去 炼化所有的残片 他将成为真正的 天军之下第一人 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天地将成为血海 西皇是真正觉得 一切都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想不到这方寒的最终目的 居然是这个 现在方寒身上的力量 已经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我 他如果不运用天庭的进法之力 都根本压制不住 被他击伤都不是不可能的 的确不能够让他晋升下去 趁他渡天节的时候 就要他的命 灾黄看到了便宜 神区化为一股灾难之气冲了上去 风神石碑扩大 化为了一道通天石桥 对着方寒就进行攻击 哪知道 方寒双目电射猛逼过来 刷了一下 那风神石碑所化的石桥就蒸发了 化为了许许多多的石符 直接融入他的体内 这太古时代就存在的风神石碑 就直接被方寒掠夺了 灾黄也保护不住 灾黄 小七 西黄一看脸色大变 手上就出现了一轮烈日 浩浩荡荡 朝着方寒攻击碾压过来 哼 这会儿才出手解救 迟了 方寒目光一闪 那团西黄烈日就化为了滚滚真火 炸裂在天地之间 他只用目光 就击溃了西黄的攻击 天地第一黄者的出现 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上 灾黄 你今天也死到临头了 就不躲了 融入我的法宝之中 毫无痛苦 方寒击溃了西黄进攻 刷了一下 身体就消失 出现在了灾黄的面前 灾黄此时已经大惊失色 失去了风神石碑 正要祭出更为厉害的法宝战斗 但是强横的气息 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这个时候 永生难忘的一幕 深深刻画在了他的脑海中 方寒的身躯耸立着 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魔神一般的气息 还有头顶上天结的结云 彻底笼罩住他的身体 天结还在不停地降临下来 一尊尊的天地 捕魔出现在他的头顶上 不停地喷吐出魔云来 锋利的魔罩撕裂在 方寒身体上却纹丝不动 万般结束 不能加持于身 白子开天辟地的身雷 积在方寒的身体上 也没有带起一点的伤痕 这是真正的万劫不灭 经历万劫所不能磨灭 天地同寿大劫被彻底引发了 清洗而下 轰击在方寒的身体上 但他根本不受影响 出手仍旧是无比犀利 一拳打出 宰皇全身都断裂了 被一拳就打爆 血染长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